MacBook Air一直是设计、艺术等领域用家的最爱,不但拥有Apple引以为傲的独立生态圈,可透过最佳化的各种软体大幅提高生产力, 其不到1.3千克的轻量化、薄形化外观以及高达18个小时的续航力、外出携带与使用都毫无压力。 尤其新一代的型号还搭载由自家研发的M2处理晶片,无论是处理、编码与绘图能力都是历来之最, 相比M1可提升1.4倍的效能,荧幕也增大到13.6寸,各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另外还在鲜薄机身中内建4个扬声器,并且支援杜比全景声音效语独家的空间音讯技术, 在观看影片等娱乐用途上,也拥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可说是样样精通的优秀机种。 有许多轻薄笔电的散热能力都不太理想,但Swift XAMD特别以进气型键盘搭配立体极流缓状风扇, 在紧凑的空间中打造出顺畅风流,让机身内部的热量可迅速散发出去, 续航力最高,也达到17个小时,即便没有插座的户外也能运作一整天。 针对目前大部分使用者的状况,即使搭载前一代的AMD275700U处理器, 但8核心16执行需足以执行绝大部分高负载软体,多工处理也毫无问题。 同时新一代的RTX3050,独立显示晶片则能顺畅游玩各种游戏,维持相对较佳的效能下让售价更为亲民。 对物需要综合处理能力,偶尔也会玩些游戏的人来说,这款笔电或许是达到完美平衡的最佳选择。 说到ASUS推出的西风之神系列笔记型电脑,可是受到不少游戏玩家与使用者的欢迎, 新一代的RTXEphorus G14更不让人失望,规格上采用市面上较少见, 但效能同样非常出色的AMD6900HS处理器与Rideon Rx6800S独立显示晶片, 搭配14寸QHD解析度,120Hz高更新率的荧幕,在相对较低的功率下可提供极佳游戏体验。 从前代一脉相承的上盖网孔矩阵设计也经过大幅升级, 不但能透过RAG动态编程在玩特定游戏时进行同步,也提供包括动画、音讯、系统通知、语文字等不同的自定选项,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外观风格。 Microsoft所推出的Surface系列采用触控荧幕,搭配机身内建的整合式支架,键盘与Surface手写笔配件, 可依照使用需求,任意变换成平板电脑或超轻薄笔记型电脑使用。 且因整体重量不到1000克,外出携带十分方便,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立即上手。 新款的Surface Pro 8搭载第十一代Core 7系列处理器, 不管在显示或多工处理能力上都有长足进步, 同时执行各种计算量大的软体也没有问题。 而内建的HD网络摄影机与双重原厂录音式麦克风, 让人在家工作也能随时参与高品质的线上会议。 以电竞笔电为主打商品的MC, 其实也推出不少商务用的款式型号, Prestige 14 Evo,就是其中之一, 太空灰以及较为罕见的青石蓝颜色浮以越加工艺设计, 呈现出极为沉稳的外观氛围。 既然以商务使用为主打, 当然搭载了不少关于安全性与提高工作效率的功能, 包括可运用红外线视讯镜头搭配Windows Hello的人脸辨识进行快速登入, 特别加宽的触控板上也有一小块指纹辨识模组, 不需手动输入账号密码, MSI-Tile及时定位技术则能在遗失电脑时进行追踪, 不让个人及商业机密落入其他人手中。 拥有15.6寸的大尺寸萤幕, 重量却不到1.5千克, 这全都归功于NVX360 X15采用OLED面板, 在维持轻量化之余, 也能提供高亮度、广色域以及低色差的色彩表现, 同时也通过TofLying护眼认证, 长时间盯着电脑,也不容易感到疲劳, 音效部分则交由知名声学品牌B&O操刀, 透过立体声配置与独立音讯扩大支援, 达到深沉的低音震撼力与临场感。 此外可360翻折的触控萤幕, 也带来较大的运用弹性, 平时文书工作等情境时与一般笔电无异, 想要观看影片或绘图, 设计时则以平板电脑的方式操作, 不管哪种场合相信都能轻松应付。 国际知名的电脑与周边品牌Dell, 旗下笔记型电脑一项都不断推陈出新, Inspirant 14延续系列原有的名称, 但内在全都更换成新一代的规格, 奥扩12代Core i5处理器, VMAS SD等, 萤幕部分则采用16.10分比例搭配窄边框设计, 并且具备100%sRGB广色域表现, 不管观看影片, 图片编修或平面设计都能有相对良好的体验。 除了搭载高效能的处理器与内显晶片以外, 还内建MX570独立显示卡, 可顺利运行需求较低的游戏, 进行影片剪辑时也能运用各种编辑码格式增加输出效率, 工作及娱乐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由LG推出的Gram16不但拥有美型外观, 其效能也通过Intel Level平台验证, 能满足各种用途与需求。 拥有高达99%DCIP3电影极广色域的荧幕, 在创作或观赏影片时都能获得极佳体验, 同时也搭载各种智慧功能, 像是离开座位时自动停止播放、模糊荧幕, 或是直接透过眼部追踪移动视窗等, 都兼顾个人隐私与工作效率。 若需要外接各种装置, 此款轻薄笔电的配置也十分充足, 尤其还有二个可充电、传输、 与连接显示器的Thunderbolt 4, 大屏宽的特性, 也能额外连接极限器、 扩充座等界面相当方便。 已经来到第十代的ThinkPad Xe Carbon, 所有规格都是一时之选, 包括搭载Intel 12代V Pro 处理器晶片于DDR5G一体, 光是在整体效能上就有长足进步, 再加上电源开关也同时兼具指纹辨识功能, 搭配离开萤幕前, 就会自动锁定电脑的人体感测技术, 让资料处于最安全的保护之下。 因应目前在家工作、 远距会议等需求, 除了运用特殊配置的键盘与窄边框萤幕 缩减体积与重量以外, 视讯镜头区域也经过精心设计, 不但有防止泄露隐私的镜头盖开关, 镜头周边也内建四个可360收音的麦克风, 在视讯与语音通话时可收到最佳效果。 即便本身重量低于2000克, 但CS50LJ依然具备齐全规格, 荧幕尺寸维持相对较大的15.6寸, 内建的键盘也采全尺寸设计, 含右侧独立数字键盘, 可享有与一般桌上型电脑相仿的输入体验, 另外连接部配置也十分完整, 尤其在轻薄笔电上罕见的LAN有线网路孔 也没有省略, 与无线网路相比可提供较为稳定的连线。 为了让使用者更加安心, 机身表面全都经过特殊的抗菌涂层处理, 可抑制细菌增长, 若搭配定期清洁与良好的卫生习惯, 就算在病毒恒生的户外也多了一层保障。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